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准备了很多 对我们准备了有总共有好几份慢回弹的玩具 然后我们一共要抽奖送给五位小朋友 每位小朋友一个慢回弹 对他们非常受小朋友的欢迎 因为真的特别好玩 特别软 那我们来看一下三等奖 同样是我们经常拍的 也很受小朋友们欢迎的 食玩 你知道了 就是我们的食玩礼包 都是我和琪琪之前做过的日本食玩 对 都是我们觉得好吃又好玩的 对 这个礼包我们会抽一位小朋友送出去 对 希望你会喜欢 希望你喜欢 那琪琪来告诉大家二等奖吧 对 二等奖呢 就厉害了 对 二等奖呢 是我们从国外买来的 真的国内还挺难买的 或者说好像买不到的 那我赶紧拿上来 这就是我们的汪汪对立大公的书包 对呀 特别粉嫩的 而且你看上面就是 猪猪和天天 特别的可爱 粉嫩的 然后它的材质也特别棒 梦上去手感很好 对 做工很好很精致 所以呢 也是要抽奖送给一位小朋友 我觉得他肯定会喜欢 对 因为这个真的太难买了 好不容易买到的 对 非常的珍贵 所以希望你会喜欢 对 我们最后最令人激动的一等奖是什么呢 一等奖 当然要是最受欢迎的才能当一等奖了 是什么 赶紧拿上来看看吧 赶紧拿上来 我们的好朋友芭比 对 这个芭比你看 里面有好多衣服 他自己穿着一套粉红的 对 这个很漂亮 然后还有四套衣服可以换 而且还有高跟鞋 还有一些贴纸 还有一些贴纸 好漂亮 这个应该叫做巴比的设计师工作室 设计师工作室 对 好好啊 非常的精致 我们也是要抽一位 对 一等奖的小朋友 没得到这个礼物哦 好羡慕 好羡慕他哦 好吧 那我们奖品就到这了吗 不 你不要忘了我们还要给小朋友的妈妈准备的礼物呢 哦 对 快拿上来 登登登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为小朋友的妈妈准备的母亲节花树礼盒 这个花树是非常非常香的那个 而且是干花 可以保存很长时间的 都不会凋谢 对 特别漂亮 希望你们的妈妈会喜欢哦 对 而且里面还有一个奖状 哦对 里面还有一个奖状 我们把它拿出来看看 那个奖状特别棒 我们看看这是什么 最美丽妈妈奖 最美丽妈妈奖 好甜哦 对啊 非常贴心的一个奖状 嗯 然后我们把它还是要放回这个盒子里面 哇真好香 送给哪些小朋友的妈妈呢 一二三等奖的小朋友 他们的妈妈每个人都会获得这样一个花树礼盒哦 不仅你有礼物 妈妈也有礼物哦 登 我们所有的礼物都在这儿了 嗯 那么到底怎么参与抽奖呢 方法很简单哦 嗯 只要是在爱奇艺上 加入了小柴玩具屋的泡泡圈 在泡泡圈里面 发布已将你和妈妈自拍 或者是视频 对 就算参与抽奖了哦 对 方法其实还挺简单的 嗯 我们呢会根据获赞的数量 来决定谁获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和鼓励奖哦 对 也就是说 点赞售最多的一个小朋友 就是一等奖 嗯 第二多呢就是二等奖 一字类推 对 那我们会在 5月13号 也就是母亲节 当天的晚上6点 嗯 在小柴玩具屋的微信公众号 公布抽奖结果哦 对 所以小朋友可以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小柴玩具屋的公众号 就可以及时看到中奖信息咯 那我们就为小朋友们展示一下 怎么加入我们的抽奖活动呢 首先呢我们打开爱奇艺 上面的搜索框里输入小柴玩具屋 点击右边的加入按钮 然后点击去圈子 这就是我们的所有的最新的视频 然后我们怎么去进行抽奖活动呢 点击右边的粉丝互动 下面有一个绿色的加号的按钮 我们就会看到这里有图文 我们可以上传我们的照片 视频呢就可以发布和妈妈的视频 我们添加一张图片吧 我们先添加一下我们的自拍 然后呢小朋友们可以写一句 或者一段想对妈妈说的话 这样可能会获得更多的点赞量哦 就更能获得礼物了 就像奇奇姐姐这样子写一句话 然后点击发布 就已经发布成功了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爱奇艺泡泡圈里 看到自己的动态 然后点赞 我们给自己点了一个赞 我们就会根据这个点赞的数量 来决定小朋友们 获一二三的奖还是鼓励奖 然后小朋友们呢也可以让你们的小伙伴 来给你们点赞哦 对我们的活动已经可以开始参与了 大家赶紧参与吧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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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